贾经文双手拿舌庆佳姐,举到脸边太大胆,纹路复杂盘两圈好吓人。 近日,知名艺人贾经文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张照片,在照片中贾经文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,耳朵上的大耳环十分炫酷,虽然贾经文戴着一个黑色的口罩,素颜的他看起来皮肤状态极佳,细腻紧致有光泽,穿着灰色卫衣的他完全不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 就在元宵节当天,贾经文特意在工作结束后开播直播,在直播中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衣服,他脸蛋红润看起来气色非常不错,在直播间内贾经文和大家聊得很是开心,脸上满是灿烂的微笑。 贾经文在许久之前还曾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尝试与蛇类蜥类接触。 贾经文自己也是大胆,任由拇指扳粗的蛇在他的手臂上游爬,另一只手上的蜥蜴直接接触在他的皮肤上,脸上丝毫没有胆怯的影子。 除此之外,贾经文还让步步和波妞一起跟蛇近距离接触,只见步步穿着一件条纹短袖,脖子上挂着两条长蛇,虽然步步紧缩着脖子看起来有些害怕,但是整体还是很淡定,两只手交叉拖着看起来触摸蛇跃跃欲式的样子。 贾经文虽然看起来是一个胆小的淑女,但是私下却很胆大,不仅自己尝试,还会让自己的三个可爱的女儿感受培养感于尝试的勇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